那今天是鐵道集在基隆召開的第三場環境影響說明會 經對基隆捷運的部分 那看來今天的發言都相當踴躍 那我們的R81 R82線會繼續保留下來甚至增加三次嗎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R81 R82線的狀況很不好 而第三個問題其實也跟交通部有關 因為真的很難得我可以跟中央部份聊到天 我很難得可以反問到這些東西跟中央部份直接做對話 最近台鐵的班次減少造成民眾的不安 那剛剛長官們也跟我講為什麼會有這機會減少 但是如果減少這麼少的班次就造成民眾的不安的話 倘若未來因為捷運案導致台鐵有所變動 甚至離開基隆 那我想無論如何請交通部一定要給我們一個有關 然後未來開鐵營運計畫的答案 百圖戰周遭的公共運輸的機能要如何去銜接 我的意思是說剛剛你們報告有提到的事情是說 金融捷運會來降低大概20%的私人運距 這件事首先我想知道是怎麼算的 因為我們想知道這件事情是怎麼樣來計算 因為真的要降低私人運距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事情是說你要降低私人運距就是要讓民眾便利轉乘 不管你是搭騎機車還是搭騎車開車來 那這周遭的相關的機能 整個周遭的土地它是不是有足夠的停車設置 還有公共空間 那甚至是人型的空間 以及跟我們基隆市內的大眾運輸 如何去銜接這件事情的介面 私人運距跟這個大眾運輸 你蓋軌道運輸本來就是要騎上大眾運輸 但是我們會有適度的那個U-Bike 或是那個機車停車轉生的需求 但是你說要應付小汽車那不可能 那蔡新委員這邊長期在關注這一集 要反而缺身這樣的一個捷運來產生 那事實上在上禮拜我們蔡新委員 有透過邀請這個鐵道局的這個局長 來討論相關的規劃 那也特別在要求他針對未來工程早生的噪音震動部分 還有企圖的像運輸部分要特別的注意 那他們這次也做著修正 那另外我們發現在整個捷運路段當中 事實上自1920年之後都有長期的地震現象 包括去年的一整年先就有九至五級以上的地震 那這個我們也要求鐵道局在做工程規劃設計的時候 把防震浪路重回 那最重要的是未來針對這個捷運的騎乘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順利的狀況之下 能夠早日讓它完工來開通 那今天是很好的氣息 就已經開始所謂的行政程序 那一步一步走 我們希望趕快走到定位 讓捷運勝利能夠通行 那最後的部分是針對未來捷運的這個接駁的部分 我們也要求鐵道局在規劃的過程當中跟工總理貼條 那把這個所謂的捷運先導公車的部分導入 讓其他節點能夠轉運到這個 我們未來捷運的站點 那方便民眾的達成 那希望能夠透過這樣所謂的大眾運作改善 讓基隆市民享受更好的一個旅運的服務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及到